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透過偉來電視網的現場直播 一同來欣賞2024第43屆 威廉瓊四杯國際籃球邀請賽 那今天是大會第一天的賽程 我們即將在新北市新莊體育館 為大家帶來新采的 叫塞拉尼夏的時候 結果最後是被麥卡洛給抄走 直接進來了,但是沒有放進去 拉尼夏再拿到之後 最後麥卡洛 在他也算是很熟悉的球場 雖然他是打... 在季游賽的時候 罰球命中率不是很理想 如果有站在罰球線上的話 再交給拉尼夏 再會給麥克勒 在拉尼夏再打兩分 那這是來推何喬丹助攻 我大概何外 那所以... 其實傑森布里克曼呢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也算是亞外 後來呢,才是因為 沒有亞外的資格之後 才變成洋將 二十四號出手得分 穆哈姆的阿拉桑王出手得分 這邊很快的菲律賓又歡迎顏色 二號的Touan Aji把球給抄走 他的身高有兩百零六公分 球隊的中鋒,幫忙打 Rivena這邊出現完全的空檔 哇,這個戰術精采 先把球塞到... 再交給拉尼夏 兩百零六公分 兩百零六公分 硬吃 貼球啊,這個大臉是完全擋不住 是Touan Aji出手得分 好,那這邊 二十二號的Dixon 投進了三分球 Demako Dixon 不過這邊很快的何喬丹也出手得分 菲律賓現在進攻的點很廣 已經用五位球員拿到分數了 這邊又是Demako Dixon出手球進 何喬丹在賽前的時候呢 也有跑來主播團呢 跟我跟孟竹教練呢 稍微問候了一下 那他也說到他很興奮 且迫不及來看球 沒有錯,其實 在...其實早年在這白館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那個特別是中飛大戰的時候 你進到那個體育館 菲律賓現在把背號零號的 Kileen Johnson給換上來 再交給拉尼夏 給到了十二號的Aji出手得分 Dixon Dixon Dixon準備要單打 沒有機會再出來轉移出來之後 給他何喬丹 這完全三分上不能放他 對 因為他最... 這個三分球進入呢 單場是他有保...是大保守 外線跳投出手 這邊有了 我當初在T1聯盟的時候 5秒 這一次阿聯非常喜歡用的戰術 在第一節已經用了至少三次以上 就是在壺頂 就在HORINS的擋拆 那在整個壺頂之後呢 再做一個BASKIN去 那之後擋完之後 下滑到進去 現在阿聯最麻煩的是 他得分是可以 像現在歐媽阿拉哈瑪里 也出手有球進 GO 想壓在對方的身上 但是沒有成功 但是籃板球 菲律賓拿到一個背後給球 再交給何曉丹 看看這個球的處理 他是一個Behind the back KUAME 他的身高更高了 211公分 但這也不是他第一次來參加球 他就曾經來過 阿聯倒是目前三分球不算太差 10號的歐媽阿拉哈瑪里出手得分 這一波菲律賓 對,他身高超過200公分的 其實不少人 分別有206公分的先發的 12號的阿吉 然後呢 其實比賽來到第二節 感覺阿聯逐漸去找回 他們三分線上的命中率 5.5.5.5 阿聯 中率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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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可以看到 FANNER這一次的雙手爆扣 但你要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GRAME其實在籃下 幫他做一個巴掌 去清出一條空間出來 DJ FANNER這個球殺進去了 SENDEAK 現在也幫助了菲律賓的 44比26領先來到18分 我們待會兒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作畫面重播 你看GRAME 完全把他已經卡住這個位置 是 是把他開了一個康莊大盜摩西 過鴻海 出手沒進 菲律賓這邊也發生15分 給到今天最準的10號 阿拉哈瑪琳出手得分 給到右邊底角 DONI出手沒進 再抓籃板 那一下再起 很敢打哦 這個莫巴掩 那將會是富邦勇士隊的 這個選手撞的 哪裡像 最後由麥卡洛把球給放進 這個最後的台飛大戰 就可以... 京城的菲律賓的主場 那些台灣的球迷們 必須要踴躍的進場 幫我們中華隊加油 這邊又是22號的 DEMACO DICKSON出手得分 迪奈在前防守 掌握了球權之後 再配麥卡洛 後面又把這個球給點掉 對 這邊抓到進攻籃板之後 在籃底下 背號0號的CLEAN DRUNSON出手得分 來,預備 麥卡洛抓到籃板 直接往前甩 給得真好啊 這打一的轉換 另外一個長串球 直接找到一個輕鬆上籃的機會 是 又是一個好的傳球 1號的RJ VYENDOS兩次票 也在打球之外 其實滿多的 也都是征戰世界各國的老球皮 經驗非常的豐富 這邊是DICKSON出手得分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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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球給到籃底下 好漂亮的擺脫 GUAME在籃底下 雙手抱後 外線跳到出手進 倒是阿聯第三節有 但整個進攻段的得分 感覺是比較零星 所以現在還是落後多達20分 15號的KEEP LAVANA出手球進 要做到一次阿聯的休態 但沒有成功 飛光單打出手得分 麥卡洛 飛的位 翻神跳動出手 一個多月前也 不過在這邊打 台灣在打季後賽而已 其實相信在整個 菲律賓的陣容裡面 這邊是12號的DUANG AGU 灌籃得分 好,先跳投出手 得分 但是台灣呢 球迷應該滿熟悉的馬明 因為過去幾年 他也有常常帶隊 不管是領隊的身分 好,來參加熊子隊 Dixon現在拿下15 三分熊Dixon出現空檔 既然是所謂的規劃球員 他的能力一定是強的 沒有錯 好,拋走出手進 來了 籃板吹的是競算加罰 這樣子菲律賓又... 整個球撐到最後 還是被擋下來 三分球跳投出手 進 又是背號一號呢 RJ BREANDOS的出手 得分 反而有贊助的 就是胸前是電信公司 然後背後是啤酒公司 這個球交給籃底下 好球啊 成功防守之後呢 連織麥卡洛 像一個去撤動球隊 我覺得應該是藍白涼隊 比較首要做的功課 是 又是快攻機會 現在已經... 外線跳投出手 得分好球 這一波在整個退防的... 喊一個暫停 因為阿聯教練 他其實也是講 他的說法是這樣子 他說 即使剩下最後三分鐘 他告訴球員說 我要看到你們的拚鬥精神 也是未來中華隊 所以在碰到他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他已經得二十九分 好,菲律師 好,這邊阿聯也不會進了 一個三分球 三分球 黃西聰盛的力跟命中率 也來得非常好 好,這邊菲律賓再操到 秀一下 一號的... 好,阿聯的一個漂亮的 一個假動作 再交給籃底下隊友冠籃 太厲害了 那個假動作 真的把我都騙了 太秀了 太秀了 看一下 厲害 真的 A、B還有C C是他,他轉身 一直看著教練 這球到底要不要攻 還是投了 但是沒有投進 好,剩下六秒 好,阿聯這邊看起來也不攻了 好,第一場比賽結束 那麼最後比數呢 就是一百零四比七十九呢 由菲律賓獲勝 那台灣球迷所熟悉的 來自於夢想家的麥卡洛呢 再交比賽拿下 下來